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为了博弈这个礼拜天国内的一个两会开幕 那么是在博这个两会的一些政策 那么尾盘这个涨了这个1.8% 全制收报这个2994 上证50方面呢是零涨的一个指数 那么创下了这一轮访谈以来的一个高位 去到这个2819点 那么是涨2.75% 穿越板值呢是跟涨2.1% 那么收报1567点 那么成交呢 依然维持在这个6600亿的一个上方 那么比昨天呢是大致持平的 那么港资呢今天继续这个进流入 34亿的一个人民币 两中预额呢 现在已经去到了这个8000亿的一个上方 那么较前一日呢是多了这个395亿 那么这个是昨天的一个数据 那么今天的数据呢 同样要等到这个下个礼拜才能够看到 好 那么今天这个凌晨的时候呢 那么MSCI是关于这个将中国的一个A股啊 这个纳住比例由5%提到20%呢 的一个决定是啊落地 那么符合预期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消息影响之下呢 那么这个上阵50啊是创了这个反弹以来的一个新高 好 那么外资的一些爱股啊 特别是白酒这个金融啊 消费的一些板块呢啊 尾盘是大幅拉升 那么全天呢 现在这个护子啊是直指了这个3000点啊 那么实际上呢 就现在的一个走势要涨上这个3000点这个问题不大 那么如果能够啊 有一个明显进一步放量的话呢啊 那么有望进一步去挑战 去年啊 年中的时候 这个大概3200点的一个位置 那么加上呢 这个资金博会两会的 博弈两会的一个行情 那么从历史上来看 这个09年跟2015年呢 都是啊 国内经济快速下行 这个政策啊 预期非常高涨的一个时候 啊 那么当前呢 跟这个09跟150的情况很像 那么当时呢 一个两会行情呢 是啊 这个股市呢 在会 两会行 两会的一个期间是啊 维持一个上涨 并且呢 在这个会后啊 啊 指数呢 进继续的一个大幅上扬 那么相信呢 今年啊 在这个啊 三月份的一个两会 15天的一个周期里面呢 啊 这个指数 大概率呢 是会有一个啊 向上的趋势 并且呢 在这个会后啊 如果说政策方面呢 能够超预期落地啊 特别是在一些资本市场改革方案 以及呢 一些啊 降税减负方案上面呢 有一个重大突破的话 那么想呢啊 这个指数啊 继续这个上行啊 机会是非常大的 那么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啊 这个国内啊 资本市场 特别是股市啊 这个赏户呢 去啊 证券这个公司开户啊 是啊 变来越来越多啊 那么啊 开始呢 会见到啊 以前这个牛市初期的一种 这个氛围啊 那么相信呢 这个礼拜啊 后面四天的一个啊 调整修复啊 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走势 那么后面一旦调整完呢 可能快速的一个啊 声势啊 会在短时间呢 可能会完成 那么今天来看啊 领场板块的非营金融食品饮料 银行跟这个农历沐鱼 那么领跌的是医药啊 轻工制造 国防军工啊 电力等等 那么目前来看呢 两会的一个机会啊 以及外资的一个流入扩容啊 加上这个货币信贷数据的支持 以及呢 今天早上财新数据公布出来来看的话呢 啊 这个中小企业 PMI啊 跟这个啊 表现是好于这个 昨天公布的官方的PMI啊 这个中小企业指数表现 啊 那么有一个背离的情况 啊 那么需要呢 用啊 多两个月 接下来三四月份的一个啊 进一步的一个辅助判断 那么货币方面呢 啊 还是要看M1啊 什么时候能够这个触底 那么M1呢 可能对于啊 整体的一个经济啊 PMI的一个影响 会更为敏锥一点 啊 那么目前呢 M1是一月份仍然在触底的 那么后面呢 要关注一下二月份M1 能不能这个 提前的有一个明显为生 那么风险来看呢 那边的话呢 啊 就是下行这个趋势未改啊 那么获利盘呢 开始兑现啊 以及呢 近期这个地缘政治啊 一些事件的一个外溢啊 比如说印巴事件啊 这个中美方面啊 中朝方面的一个谈判 无疾而终啊 以及呢 后面这个中美啊 第七轮啊 后面的一些谈判呢 会不会啊 继续顺利下去呢 还仍是这个不确定性 那么今天的话题啊 就顺着这个MSCI呢 这个提高啊 A股的一个权重啊 来讲一讲啊 那么首先呢 呃 这一次的一个决定方案公布下了下来呢 这个从比例方面 从零啊 10%提到的20%啊 这样的一个啊 区间 5%提到20%的一个区间来看的话呢 是符合预期的啊 但是呢 从这个分的一个啊次数来看呢 是啊 原先是啊 有两次的一个啊 讨论啊 那么现在呢 是分商阶段去执行 那么第一阶段呢 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 将这个A股啊 所有的一些大盘股呢 由原先5%的一个比例啊 提高到这个 10%的一个纳入因子比例 好 那么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纳入因子呢 啊 指的是啊 将这一些这个纳入的A股啊 这个成分的市值加总的去乘以啊 这样的一个比例啊 用这样的一个比例呢 再啊 去处理整一个NSCI的一个权重啊 这样的一个算法啊 那么除了零 5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大盘A股啊 会提高它的一个比例呢 那么创业版的一个啊 大盘指数呢 也会由啊 原先的百分零的一个啊 纳注比例呢 提高到这个百分十的一个啊 情况 那么这呢是啊 啊 有点这个超市场的一个预期啊 那么比这个市场啊 预期的更早啊 将这个27支啊 穿越版的纳入进去 那么早盘呢 呃 创业版的也是一度这个高开 走势这个非常强势 那么 那么8月份的时候呢 啊会进一步将A股里面的一个大盘股啊 由这个5月份的百分十呢 再进一步提高到这个百分十五啊 那么到了这个今年十月份的时候呢啊 大盘这个A股啊 继续由百分十五呢 再提到这个百分二十啊 完成整一个过程 那么其中呢 这个中盘股啊 啊的一个啊权重 你会直接由百分之零呢 提到这个百分之二十啊 那么啊 原先这个创业版的一个大盘股呢 啊 由这个5月份的百分十提到这个百分二十 那么啊 到此呢啊 所有这个啊 相关的指数啊 将会这个比例 提到这个预定的百分二十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中盘股A呢 原先呢 预计是要到这个2020年的才能够啊 纳入到比例里面 那么这一次呢 是大到 超出了一个预期 那么在此呢 也建议大家啊 去关注一下这个国内的中正啊 50指数 代表的是这个中盘股里面啊 500只这个啊 比较优势 比较优质这个靠前的一个股份啊 那么在股市走好的时候呢 往往去捕捉个股的一个升幅 跑阴大势难度非常大 所以这个时候呢 采取一些指数基金的一个追踪呢 这个会更好一点啊 能够比较好的避免这个 啊踏空 好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呢 啊加起来这个五百三 二百五三只这个大盘A股 加168只这个中盘A股呢 啊其中包括了27只这个穿越板的A股 啊那么大家就想关注啊 这个这么多只股到底是哪一些呢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啊这些个股啊 大家在这个网上找一下会有很多 啊那么要提醒的是 这样的一些啊表 这一些这个网上的一些资料来看呢 啊基本上都是对于啊 啊未来的一个预期的一些成分股啊 换句话说呢 到到时这个五月八月十一月呢 公布啊这个正式实施的时候呢 这一些成分股有可能存在一定的一个变化啊 那么啊这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大家可以留意留意一下 那么具体27只这个穿越板的A股呢 啊会在这个之后的节目里面呢 好我们啊陆续呢给大家这个一一的做一个介绍啊 啊根据这个网上的一些啊预测的一些这个标的啊 我们后面会啊一节节目里面啊专门来讲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啊 当王权纳入百分二十之后呢啊 基本上涨整一个星星这个市场指数呢的一个比例啊 从原先百分零点八呢提到这个百分三点三啊 那么要知道这个MSCI的一个啊 这个基金追踪啊的一个量是非常大的 那么能够去到百分三点三呢 在全球来看呢啊中国这样的一个比例 已经是达到了这个啊 全球第七名的一个啊名次啊 那么这个位置呢相信后面会进一步的一个提高 那么这一次纳入之后呢 预计带来这个五千五百亿的一个人民币 那么五千五百亿呢 主要说的是啊被动指数基金啊 那么还不不加上这个主动的一些指数基金啊 那么还有呢这个今年后半段的时候呢啊 有这个富时啊以及道琼之指数呢 都是会进一步啊把中国的一些A股啊纳入到他们的一个指数标的里面 带来新一轮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增量啊 所以呢今年这个万多亿啊 这个最薄最乐观的一个预计啊 应该会有万亿啊人民币呢啊 进从这个互股通的一个通道啊 或者一些QFIT啊进到这个国内的市场里面啊 所以呢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机会啊 也这个啊同时呢这个估值也是相对偏低的啊 现在这个除了上阵五零啊 互生三百指数以外的很多指数呢啊 估值是要低于这个同期啊 低于以往这个百分之七十的一个情况的 所以呢这个情况之下呢啊 我觉得要守住筹码啊比较这个重要一点 好那么说了这个上面的一些东西 我们就来说一下今天的一些啊一个板块 这个保险股的一个板块啊 那么呃表现非常强势 那么包括旁中的中国人保涨停啊 那么这个中国国售是这个一度触及涨停的啊 那么板块方面来看呢啊 当然受惠这个入魔权重的一个提升啊 那么一些啊长线资金啊入场 那么另外呢就是股权啊股票市场走好 也受到啊它的一个提振 那么这个保险公司在这个权益市场好转势下呢 未来投资收益啊会有明显改善啊 那么这呢跟券商的逻辑啊是这个一样的 那么另外呢国售本身来说这个业务转型之后呢 市场也预期啊它在未来的这个业绩反弹呢啊 幅度会比较大 那么加上呢这个显资注视啊可能会这个进一步提速啊 带来呢这个进一步能够享受这个股票市场带来的一个啊投资收益方面敞口的一个扩大啊 那么形成一定利好啊那么啊当前来看啊 现在的这个走势人寿平安啊都有可能是啊能够继续这个啊向上去挑战的 在2017年末到这个2018年初啊那时候的一个高位啊 那么向上的一个空间呢正在这个快速的挤压缩小 那么相信呢啊到达这个相对高位的时候呢可能市场啊会这个稍微冷静下来 可能会有一个回落啊的一个可能性 那么就近今年全年来看呢 金融大金融板块是啊我觉得每一个投资组合里面呢可能要必定要配的一块啊 啊包括这个券商啊以及这个啊信托股还有这个保险股银行股呢啊可能都是这个机构的一个标配啊 主要呢是受到这个内地资本市场改革啊的一个提振啊周期性向上的一个开始啊 带来未来这个业绩有望这个啊反弹的一个啊一个这个利好 所以这一块呢啊后面呢也会持续的挑一些这个个股啊在一股节目里面跟大家啊进一步分析一下 行那么今天节目呢啊上面那种这个个股没有没有这个持有 那么下星期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再见